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9月12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艾尔 今早有关大政券国际政券策利斯 吴礼盐Kenny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Kenny 早晨Irene 各位大家好 昨晚现在看着美国公布的通胀数据 最后出来核心通胀是超预期的 但美股都几气劇性 急跌之后是单日转向的 科技股都扭转了近日的弱势 恒指夜期都升过8点 等下都问Kenny如何看 最新外围市况以至港股的焦点股份 大家有什么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载96133819 或者我们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8月份的核心通胀性温 联储局单次减息0.5厘的预期降低 一度重击美股 道指低开之后跌幅曾经扩大到743点 低为399,993点 失手4万关 标指和纳指亦都曾经跌超过1% 俗称恐慌指数的BIX一度弹高1成2 但之后在NVIDIA等科技股大升下 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回升 道指收市到升124点 报40,861点 纳指升超过2% 报17,395点 标指升大约1% 报5554点 美国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与特朗普结束首场电视辩论 外界普遍认为贺锦丽的表现较好 令到部分投资者重新评估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机会 拖累Trump Trade概念股 特朗普媒体科技DJT插碎了一成 比特币亦一度低超过3% 而美国通胀数据出炉之后 美国长债息曾经回升到3.69厘 美匯指数低或一度回升大约0.2% 日元汇价曾经升超过1% 而金价偏远 右价就反弹2% 招点美股 科技股方面 亚马逊升2.8% Google升1.8% Meta升1.4% 苹果亦升大约1% Tesla升0.9% NVIDIA CEO黄仁勳 新闻发表说 直指Blackwell需求太旺 抹刺激到股价升8% 报116.91美元 AMD升5% 超微电脑和ARM升大约8%至1成 总概股和ADR的表现 获得北水照应的阿里巴巴 美股再高港股1.5% 至选报82.68 京东亦升1.6% 百度和网易升幅近2% 腾讯和美团比起港股升0.3% 和0.7% 腾讯截宣部371.45% 汇丰控股ADR截宣部67.1% 比起本港收市价升0.8% 友邦升近1% 而港交所升0.4% 比亚迪升0.5% 招了外卫市房 道指期货轻偏远 40,887.19% 标指期货、立指期货轻偏远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 大致都是向好 其中日本股市反弹3%以上 日经平均指数36,799点 升1,179点 而南韩股市升幅1.2% 澳洲市升0.7% 新西兰升0.5% 接下来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如是正间港股有机会高开 黑旗都升级8点 我们先和Kenny King 谈谈外卫市房 昨天大家都在讲总统辩论选举 哪个胜算较大 到了晚上 早点下了经济数据 美国公布了8月份的通胀数据 对CPI来说 按年升2.5% 略低市场预期并创造三年半的新低 大家反而关注核心通胀 仍然好像比较强 所以令市场有点意外 核心CPI按年升3.2% 最重要是按月升0.3% 就是高市场预期 所以就变成了通胀 联储局下个星期议息 大家在看减息半利的预期 立即降温 现在普遍市场在估计 就是减息0.25% Kenny你自己觉得 是否今次数据出来之后 联储局的减息幅度 是否真的没有原念呢 以及昨晚美股也挺气势 有个V型反弹 危机解除了吗 因为需要否担心滞藏风险呢 是的 或者在说这次数据出来之前 我想先说一下这次市场 对于这个数据出来之前 大家的背景有什么不同 因为和过去美国公布的通胀数据 这次有点不同 因为市场这次将CPI的重点 原本不是看得太重 因为大家预计 无论这次数据可能是好 或者差过市场预期 基本上都不会扭转了投资者 对于这个月 未来联储局减息的预期 同时也和过去有点不同 因为每一次CPI公布 过去其实大家都比较关注 对美国未来的息口的取向 或者走势有什么影响 但这次大家反而更加关心 这次数据出来之后 有没有一些启示 对于美国未来经济的走向 带来一些比较重要的启示 因为市场现在的焦点 反而有点集中在美国经济 硬着陆或者软着陆的问题 所以看到这次数据 基本上如果是看CPI 就符合预期 但是核心CPI 其实比市场高预期 这一点反而就真的 印证了现在美国 你说全部数据全面转叉 似乎真的不是 某部分的领域 其实都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强劲 或者是人性 比如这次核心CPI 为什么会超过市场的预期 其实当中最为核心 就是一个住屋的价格问题 这也是反映出 在今年以来也是 导致美国的经济相对比较强硬 当中两大领域 一个是核心消费 第一个是住屋的价格 这两方面都反映着 仍然支持着美国经济 相对比较平均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这次数据出来 其实真的有利好一个市况的走强 因为现在对于美国的市况 我觉得是有两大利好因素 第一就是 对于减息的预期 确定性相对比较高 第二就是如果美国经济 是表现出一定的人性 至少短期之内 未见到一个衰退风险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于股市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帮助 因为经济不差 但又减息又放水 这样的股市物质不然好 所以看到隔晚的美股 其实看到低位 由低储反弹这个幅度 也是相当明显 我自己预计如果往后来看的话 有机会三大指数 短线是继续维持着强势 当然三大指数走势会有少少不同 当然近段时间一些科技股 可能会有回调幅度相对比较显著 那变相道指和S&P500指数 就走得相对比较强势 那我自己现在就看回 可能道指和S&P500指数 会先向之前的高位 作出一个挑战或者再上市之前的高位 短线小小来看 市场的气氛 都仍然是相对比较强劲 所以我觉得 在气氛没有太大转差的情况之下 我想市场活跃度 都是持续处于比较活跃的水平 嗯 听Kenny说道指和标指 可能短线来说 都会相对偏强一点 但是如果说说大家都很关注的纳指 会不会很关注于一只股份 就是NVIDIA呢 怎样都要说说 因为昨晚都可能 如果有持续的股份 都很有惊喜 就是昨天就事关 是黄仁芬出席了高盛举办的一个科技会议 他就说到NVIDIA的产品 已经成为科技界最抢手的商品 因为他们这些客人 对于他们有限的供应是增相竞争 但是他们的Blackwell的供应增速又有限 所以现在就会将生产外盘 供应商都正是尽力跟贴的需求 并且是有进展的 其多暗示如果有必要 会减少对台积电的依赖 那么整个发言 怎样说都是对NVIDIA来说 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因为说很厉害 很多人争取用我们的东西 现在怎样看NVIDIA 经过了近期的一个调整之后 是否重新展开一个升浪呢 还有可否带动其他AI或科技股呢 是的 其实纳指对比NVIDIA的走势图 基本上两者都已经是密切相关 高度一致了 其实昨天NVIDIA股价的反弹 我觉得最主要是市场 原先在它的季度业绩出来之后 大家原本对毛利率有点担心 但是这次主席的讲话 令市场对它的憧憬有所乐观 其实我也觉得这样看 因为事实上这次所发布的讯息 我觉得就不是特别意外 首先市场对于它的产品 公不应求 这就算是过去或现在或未来 我想市场都已经在关注 或者已经知道了 因为对于在芯片 它本身在垄断的地位 我相信暂时没有其他企业 可以难以和它区配得到 而第二点就是 它新的一些芯片产品 好像Blackwell 其实在那个产量方面 暂时未必这么快跟得上 这个其实也是正常的 因为始终作为一个新产品来说 你的产量由小到大 其实必须要经过一段 比较漫长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说是否真的有很实质的 一些令市场觉得很惊喜的东西 我觉得似乎是未必 反而我觉得股价上升最大 就是源自于投资者本身的忧虑 变成了信心 开始有少少增强